好噁心 哈囉 大家 現在天色很黑 不是因為現在很晚 因為現在太早了 真的 我跟你說 拍YouTube會突破人生的極限 現在是早上5點49分 我們五點起床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拍一個非常特別的主題 我們人在雲林的口湖鄉 聽說這裡有個地方 整個村子全部都在養 你最害怕的 鰻魚 所以我今天有點不想拍 因為我怕蛇 怕之中的魚 你不曉得那種黏黏軟軟的 這樣哀哀哀哀的 所以我覺得它看起來像蛇 好瘋狂喔 我們在這裡停在隨便宜的家庭 他們甚至在拍攝電視劇上的攝影 那我們差不多要趕快去趕路了 因為姐姐跟我們說 6點半以前喔 要到那邊因為要餵鰻魚 他說鰻魚很早要吃飯 OK 我不會叫我們早上的鰻 我會叫我們早上的鰻 OK 早上的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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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一線口湖鄉 可是號稱鰻魚的故鄉 全台灣超過7層的鰻魚都來自這裡 聽說因為全年溫度在攝氏25至30度之間 十分適合鰻魚生長 而且這裡的鰻魚品質非常的優 超過9成都是外銷到了日本 我跟你們說我們已經到了 它真的很難忘記 因為外面 你看 有一個超可愛的鰻魚雕像耶 這個感覺真的很可愛 好可愛喔 叫什麼 第一慢坡 早安 這位就是口湖鄉非常出名的鰻魚公主 顏竹鷹姐姐 姐姐說這裡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料理鰻魚的地方 但首先他要先帶我們去鰻魚池那邊工作啦 哇 媽媽咪啊 這裡這麼冷喔 好耶 Woo Lukui在這裡見我們了 Oh my god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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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開心 怎麼開心 這個就是它的水池監控系統 對 我們水溫啊 我們的PH 我們溶氧 這裡都有 那個水車我們要什麼時候讓它動 什麼時候讓它停 在整個監控系統都有 連鰻要不要養魚還是你養魚 當然是連鰻養魚啦 它有個夢想 它是希望說它自己有一個農場 然後可以自己養雞啊 養鴨然後養魚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就是來帶它來實習 不不不 你有點不了解我 我不要養鰻魚 哈哈哈哈 為什麼 鰻魚看起來有點可怕 我告訴你今天一定要叫你抓 對 所以現在我們要準備他們的早餐 早餐嗎 他們的早餐比我們吃得很不一樣 哦 我們先從水開始 所以這個要放進去 妳在起來 哇 好成功 哇 哇 姐姐她應該可以來這邊工作了 可以送給她 送給她 哇 很划算耶 送給她 謝謝 欸 人家 現在開始就要乾爹乾媽 乾爹乾媽 哈哈哈哈 謝謝你 我們先放一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也要 哦 然後把飼料往裡面倒 好 為什麼你們的 因為我們 有添加魚油 哦 鰻魚油 鰻魚要吃魚油 還有添加一些維他命 還有維他命 中的維他命 所以你們的鰻魚都是很健康 很健康 對 欸 還好 還好 因為有當課 哈哈哈哈 上去啦 嗚 下次應該推不上去 推得上去嗎 哇 姐姐妳剛剛還說她不行 嘿嘿 出發 太好了 現在我們要做一個表演 哈哈哈哈 Crossing the bridge with the trolley 哈哈哈哈 真的 我沒有看過那麼厲害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也覺得她還滿厲害的 對 上次男生來推都很怕 男生來推都很怕 對 她這個要倒下去的時候 手要握住這裡 才不會一直掉下去 我們就欠不欠缺 你小心你不要掉到後面喔 對 拉著 然後再倒在那個籃子裡面 衝出來了 好多隻喔 Oh my God 所以這邊大概有幾個蚂蚁 大概兩萬隻 這個兩萬 兩萬 對 兩萬隻 因為他們在吃的時候 像這些蚂蚂蚂 都在我的臉 哈哈哈哈 他們多久沒有吃飯 每天都吃 每天都是 每天都這個時候吃 對 有點看不起來 哈哈 又點半開飯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那麼早來餵他們 他們是定食的 哦 習慣在這個時候吃飯 所以如果 八點來他們不會吃 晚點來他就不吃了 他就走了 他就不吃了 你飼料剛剛放下去是一坨一坨放對不對 對 那你怎麼知道哪一隻有吃到哪一隻沒吃到 會不會他們搶食 搶太多有些會死掉 會 他身體很餓很健康的 他就會吃 衝過來就會吃 但是有些人就搶不到 對 他搶不到 他明天就會餓嘛 我告訴你 他明天會更餓的話 他就第一個就來搶 明天前早 所以他每天這樣子循環的練習 他的身體就越來越好 哦 所以你們是故意這樣子餵飽嗎 對 因為你不能讓他吃得太飽 吃得太飽會生病 來來 我陪你 我陪你們過來 OK 我會把這些人送給這些人 太大聲不勤了 你要低一點 哦 輕輕人 對 輕輕的 姐姐我有一個比較好奇 因為我們之前有去宜蘭 然後我看到人家是在那邊撈漫苗 對 那為什麼要特別拿來這個雲林這邊養 那個宜蘭地方又濕又冷 他成長速度會比較慢 他是喜歡25度到30度 還算熱耶 對 雲林縣口湖鄉 這個長年這個溫度最長 所以他最適合鰻的生長 所以要移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他是在海邊撈 所以這個水池也是海水嗎 他是在海邊撈的賣鳥 但是鰻魚成長的時候是在淡水 他是廣年性的魚種 他是小時候是在海水裡面出生 成長的時候是在淡水跟海水交叉 但是他成熟的時候要降海去產 所以我們這樣就完成了餵食 餵食 成功 成功 所以這次就是海水 我讀了 我可以看你抓嗎? 不行 不行 你先坐坐看吧 就是我還是你們也害怕這些東西 你看他的頭 他在歡迎你啊 喔 哇 就是我還是你們也害怕這些東西 欸欸欸欸欸啊頭上來了 有有有有 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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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Canadian 你現在不會怕的呢 不會的 你克服恐懼了 其實我覺得感覺蠻喘的 哇 你可以感受到它完全反抗 看看它會往後 它反抗 它到底是女生還是男生 姐姐 哈哈哈 胆子為什麼那麼大 我跟你說 女生比男生也都覺得我比較厲害 哈哈哈 哇 咦 它們這麼爪 它們看花 對 對 超級花 它上面有黏液 哇 成功了 成功了 哈哈哈哈 你很厲害 厲害 你很厲害 耶 欸 姐姐 它真的不會咬人喔 它不會啦 我告訴你啊 鰻魚喔 它 我們抓起來的時候 它是會咬人的 像咬腳皮一樣的 哦 因為它肚子餓的時候 會跟你這樣弄一下子 沒有什麼傷害 你看 它們都花 哎呀 哎呀 有黏液耶 鰻魚沒有靈片 它是靠那個 剛剛那個黏液在保護它自己 你不能讓它黏液曬乾了 黏液曬乾了它就沒救了 哦 所以它可以在缺水的狀態下 是因為它有黏液的關係 對 那姐姐 我們剛剛這樣抓這一匙 是比較大條的蚂魚對不對 對 它大概是多長 三尾一公斤 所以它算是頂級的尺寸 呃 頂級的尺寸是四尾一公斤 是比較小隻的 欸 蚂魚反而是小隻的比較貴 對 就是蚂魚 對 要小隻的比較貴 比較好吃嗎 呃 小隻的話可以做普燒的 像這種大隻的話 這是要做台式料理 要做台灣的口味 來燉補的 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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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一個早上 我們終於要來平常美味的蚂魚大餐啦 姐姐跟我們說 這裡之所以會取名叫做 第一漫坡 是因為這裡是第一口的鰻魚池 從1969年就開始養了 來到這裡 除了能吃到蚂魚餐外 還能認識各種以前養蚂魚的器具喔 聲音聽起來很棒耶 欸 還是很嫩耶 嗯 這樣比較juice 嗯 你吃吃看 好濫 好濫喔 接下來一場魚魚圓 它超級軟 好像在嘻巴裡 在嘻巴裡 我以為會很困難 我才吃吃看你的手藝行不行 到底有沒有合格成為一個蚂魚師傅呢 好好吃喔 這個很...很適合做炸魚薯條耶 對啊對啊,好吃 因為外面是很酥脆酥脆 然後裡面是整個嫩到化開來 還有一點點膠質的感覺 平常吃那補燒麥它的醬料太多 你其實吃不到鰻魚本身的味道 哇,我們的午餐超級豐富 對,這是鰻魚的滿漢全席 哇,這個本桌都是我們蓮娜美女做的 我覺得烏鴨蔥是這種的 喔...開水 這個代表肚子餓了 你第一次吃土燒麥對不對 對,應該是 怎樣 這個好吃喔 對,這個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啊 因為一般有那種吃鰻魚飯 有些人會用的太黏 它可能醬燒太多 或者是它那個油脂處理不夠好 對... 可是這個呢,還可以吃到那個魚肉的感覺 對... 然後是綿密綿密的這樣 對...有點鹽味 剛剛大哥你有說 你們這邊的鰻魚飯是你特別調整的口味對不對 對,日式的鰻魚飯它會比較甜 比較甜的話台灣人比較不適耶 我們那個醬汁我們調到比較不會甜 就是...比較適合台灣人的口味 這個...乾鞭麻油... 而且剛剛是Laina特製的 特製的...這個是Laina特製的 如果不合適我的錯對不對 對... 很好吃就是你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切的好大塊喔 那個實在不適合我那麼秀氣的人吃 這個是大哥切的 大哥你覺得不... 真的,那個味道都有進去的 這個比較... 風味道喔 對,台式的 台式的也好吃 而且它皮那個好有膠質喔 就是它吃了會有點彈牙彈牙的 你們說日本人很愛吃這個魚 但是為什麼他們從台灣買的 日本也有 因為他們的量比較大 所以我們的東西也都是外交到日本 因為日本人他是每年的 鰻魚節吃的量最大 就好像我們端午節吃粽子 中秋節吃月餅 沒有鰻魚節 7月份的寵日 他們叫補元氣 他認為我夏天流了很多汗 所以我們必須要補個元氣 我覺得謝謝你們 讓我們了解媽女 對 因為很多東西 你看就覺得很可怕 很危險的東西 但是你了解它的時候 這個會改變你的影響 謝謝你們的視頻 如果你們想知道更多 我們可以留下一個資訊欄 看看吧 我們會見你 所以我們在台灣 拜拜 拜拜 怎麼把鏡頭關掉 也單呼籲 對了 很美 沒禮拜 �� 不得 if